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美丽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关于大叔死后上天堂 却吃着盆里望着锅里的有趣短片地狱的边缘 电影是这样子的 影片的一开始啊 我们的男主大胡子大叔坐在沙滩上悠闲的待着 享受着他的美好时光 他拿着望远镜啊看着沙滩上的比基尼美女 正乐着呢这时候突然自己抽了 原来是自己心脏病发作 直接抽了过去领了盒饭 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坐在一家酒馆里 并且这时候还有一个美女 端着他爱吃的披萨和啤酒走了过来 并对他说欢迎来到天堂 大叔愣了一下立马就满脸怀疑 并不许的说你骗三岁小孩呢 这是天堂 于是美女附生随手一挥 给他变出了一大桌子的好吃的 并告诉他在我们天堂 你随便吃随便喝全部都免费的 这可给胡子大叔吓了一跳 一时间不知道是几还是油 说着附生带他参观了一圈 这里真的是天堂啊 胡子大叔在沙滩上想看的 这里全都有 大叔看着这些美女 不禁觉得挂掉了也不错呀 于是从此开始上帝般的美好生活 每天生活在阳光大海 椰林沙滩上 左边是美女 右边是美食 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呀 这天大叔会跟美女躺在沙滩上聊天 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地震吓坏了他 美女淡定的说 没事 是这边的管理员来了 美女管理员跟大叔他攀谈了几句 然后掏出一张卡片告诉他 如果你在这无聊了 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到上面的地址会有答案哦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去哦 说完就走了 当然跟大叔也没多想 心想我在这舒服的不要不要的 天天酒市肉林的怎么会无聊啊 但是转眼过去了三百多年 再漂亮的美女也看够了呀 大叔无聊的坐在一棵树下 觉得这样的日子 属实有点过够了 想起了那张卡片 打算去到上面的地址看一看 他根据地址很顺利的 找到了一个小木屋 推开门进去 里面坐着一个西装男 他热情的接待了胡子大叔 让他添了分天堂调查问卷 哎呀你这些年生活的怎么样啊 还不开心啊有什么感觉呀 大叔边想着那些妹子 边给了好评 西装男便问 那你在这儿这么好 干嘛还要寻找所谓的真相 这里倒是有 但是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呀 大叔说过了几百年 安逸舒服的日子 难免想找点刺激的 西装男想了想 最后给了他一份免责协议书 大叔大鼻一挥 潇洒地签上了名字 便起身向房间里的真相之门走去 临走之前 大叔还来了一波人生疑问 西装男就告诉他 所有的答案都在门后 于是大叔就打开门走了进去 西装男叹了口气 想把门关上 哎就在这时咱们大叔反悔了 巴着门想回到天堂 他和西装男一顿撕罢 最后还是没成功 被关在了门外的世界 毕竟他签了协议在先了 影片到此结束 虽然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大叔在门外看到了什么 导致了反悔 不过即便是天堂 也没有后悔要啊 所以啊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纠结 想要安于现状 又想仗剑走天涯 但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 可能真的是要都尝试过后 才会明白吧 那如果是你 小伙伴们 你会走进那扇门吗 快在评论区里留言吧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再见